在一部日前修正公告 偏遠地區學校分級及認定的標準 指標從九項增加到十六項 包括所在地有無銀行 當地的通信基地台數目以及牢化指數等 綜合評估之後的指數 作為是否納入偏遠學校的依據 為在偏遠山區招生大不義 新北市雙溪高中近年來爭取在地認同 也努力發展特色 要吸引更多基隆與系 指得國中畢業生就讀 交通並非不便 但當地文化與生活機能不佳 雙溪高中是教育部認定的偏遠學校 近期教育部公告修正的認定指標 新增當地高校異畢業人口比 幼兒園招收人數 圖書館等設施以瞭解文化資源 此外有沒有金融機構 醫院 公共區域免費無線上網及熱點數目 評估生活經濟與數位環境 而納入當地平均家戶所得與老化指數 作為評估涉金標準 如果說它因為指標改變 然後又重新做調整 每三年 每三年就重新做調整的話 它會涉及到我們在不管老師 或者在爭取資源上面很多改變 對我們來講其實不太希望 讓變來變去 全校總和校長協會認為 修正更符合社會多元與教育現場需求 雙溪高中校長則說 偏遠學校的經費不會少 但願意到偏鄉服務的老師太少 像雙溪這學年招生物老師 招了11次就是招不到 只好由校內老師超中解決 失資依舊是最大的困境 記者林曉惠 沈志明 台北報導